Naty Naty Hello 大家好 我是Naty 大家看標題都知道 今天我打算帶大家去吃香港的小食 除了因為不少人想看我在香港的Vlog 還有因為我自己有陣子回香港 很關注這些食物 所以今天我找了好幾間 其實我沒試過的 有這些食物的地方 想大家去吃這些香港的小食 她到了 讓我介紹一下 Hi, 我是Steena 我們在溫哥華回來香港的遊客 走了 在後面了 這間是我們第一間要吃的 新興隆食品的缽仔糕 我們買了兩個 一個黃色 一個白色 隔著膠袋 我們用了隔壁公園坐下來 大家千萬不要學我 不要一直拿著機子去過路 這個缽仔糕很熱的 聽說老闆是覺得要熱吃的 所以已經是這麼熱 平常是吃過冷的嗎 我是很多年沒吃過 我是從來都沒吃過熱的 我也沒有 我想拆它 我覺得冷就很直接 可能因為現在太熱 如果冷吃會硬一點 有很多紅豆 在香港32度的氣溫下 有吃一個熱的會很高 但是很熱 好像在河岸 我想黃糖應該會好吃的 白色的 我不知道白色是什麼味道 不,這個沒有耳朵 是椰奶味 不喜歡椰奶 這個也不甜 來到新東海商業中心 一進去就看到了 我們第二個目標 魚蛋 你看看 我聽說有點辣油很好吃 但其實我不是很好吃奶 為了你們要犧牲一下我自己 你不要笑我 你怎麼了 你看 吃了出來 真的 是真的超大的 這個是特技 我拿一下 我覺得我落筋不夠 很香 但是辣油 真的很好吃 比旺角咖哩天的好多 印住 點這個咖哩血蛋 吃吧 有一點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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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蓋了魚 有一點點 有一點點 好吃 人家突出魚蛋鮮明 以香為主 以辣為主 吃了我的 醬汁公道 有什麼問題 我忘記了 有一點點很符合 他忍不住 旁邊的雲吞 叫了一碟壽司雞 是蠻好吃的 這隻雞 蔥油很香 還有 有一點點麻 麻在裡面 大家看看這個太陽 真的很可怕 真的很熱 我們一條片給一條片狼狽 為什麼香港會這麼熱 看到我們第三個目標 菠蘿包 或者菠蘿油 比較好吃 我很久沒來茶餐廳 要吃菠蘿油 菠蘿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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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要叫我鹹領北 小白 很棒 我當年忘了有這東西 好大塊鍋 好大塊鍋 木鍋吃 皮很脆 不過有點硬 這個牛油 你拍一下嗎? 對 花生醬很重要 這時候是要偷吃的 其實後面還有一些行程 不過我們已經吃到很飽了 所以今天的影片就到此為止 如果你們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按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不要忘記FollowFacebook和Instagram 我不斷撞到人山 下次見 拜拜